那么咱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咱们该怎么样去评量一个模型 那接下来就是说 咱们刚才举的例子 还有咱们之前举的一个线性分类 好像是说咱们得出来的是一个得分值 那这个得分值我总是来比来比去的 看着有些麻烦 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得分值给我进行一个转换 比如说把一个得分值转换成一个概率值 因为我最终还是想做这样一个分类的操作 分类的操作一个输出来了 我想分成一类别二类别或者三类别 那我给我一个概率值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比如说一个数换来了 它属于一类别的概率60% 那可能60%比较大 我直接就把它分到一类别了 我就不去来回对比这样一个得分值 然后得分值看起来并不直观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概率值来去进行一个代替 怎么样得到一个概率值呢 咱们可以用一个叫做softmax的一个分类器 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里呢有一个函数啊 叫做一个sigmod函数啊 这个函数大家应该 请大家说一下这个函数什么意思吧 这个函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在坐标轴上 我需要引入两个点 一个点 不是引入两个点 引入这样一个x轴和y轴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x轴它的一个曲直范围 是一个从负无穷到正无穷区间的吧 y的一个曲直范围呢是从0到1区间上的 一个x的曲直范围是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说明咱们现在这个sigmod函数啊 它的输入是可以是一个任意的实数值 在负无穷到正无穷区间上任意一个值都是可以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y值呢 对于这样一个y值啊 就是说它可以把咱们的一个 任意的一个实数值进行一个映射变换吧 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得出来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它属于某一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了 为什么说它是概率值啊 因为它的一个曲直范围是从0到1的区间上的 0到1区间上的一个值 不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概率值了吗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得到了一个点 这个点对应的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能等于0.8 那是不是说咱们当前的这个点 它等于的一个概率值是等于0.8的 那么这个点它可能是等于0.2的 那么可能说属于一个类别它是0.2的 这一块还有这样一个分界线吧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分界线去说一下 如果说当前一个概率值 它是大于0.5的 我们认为它属于1这个类别 小于0.5的 我让它属于0这样一个类别 可以做出来一个非常经典的二分类问题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个CMode函数可以帮咱们进行一个分类的操作 相当于啊 是咱们把这样一个得分函数 我们的输入什么 我们的输入是任意一个使数吧 任意一个使数就是可以做成这样一个得分函数 我们可以把这个得分函数映射到咱们当前的 映射到当前的这个CMode函数里边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最终的一个概率值 再通过概率值进行一个分类 显然是可以的吧 那么这个Soud Max分类器啊 其实来说它还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它做了一个规一化的操作啊 一会儿再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规一化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它会把每一个元素 就是说每一个输入都给它映射到这样0到1的一个区间上 然后呢 所有的一个概率值都是等于1的吧 就是说 比方说1类别20% 2类别30% 那显然3类别它就必等于50%的 所有类别的一个概率值啊 加起来肯定是等于1的 这个事怎么做出来呢 咱们来举这样一个例子吧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图来看一下 假设说呀 我现在有这样三个 就是有这样一个输入吧 有这样一个输入 我们刚才可以通过一个得分函数算出来了 它属于猫和属于这个车和属于青蛙的一个得分值吧 分别是3.2 5.1 -1.7 那现在我要去算一下 对于这三个得分值啊 它的一个概率值是多少 怎么算这个事呢 首先我要算它的一个E的X次密啊 这个是根据这样一个公式来的 E的X次密就是说 比方说咱们现在要算一个E的3.2次密 E的一个-1.7次密 E的5.1次密 我们可以通过算这样一个值 先把咱们的一个得分值给它映射一下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对于一个E的X次密 它映射完相当于什么 对于一个3.2 我们映射成了24.5 对于5.1 它映射成了164 那是不是说啊 它会帮咱们把一个小的值 映射成一个稍微大一点 然后把一个大的值映射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值啊 因为它是做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它是在做了一个次密的操作吧 它做了一个乘 它做了一个E的X次密的操作啊 所以说 如果说它的一个得分值很大 那会把这个得分值映射成一个更大更大的数 如果说得分值比较小 那它可能映射成一个并不是很大的数 如果说一个得分值是负值 它会把这个一个负数相当于什么 E的一个负数次密相当于一个E的X次密分之一吧 它会把这个值映射成这样一个小数值吧 就是说 如果说是一个负数值 那它会把它映射成很小 说明 如果一个样本 它是等于负数的 是不是说 它取这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会非常非常低啊 所以说 E的X次密就会把这个值映射成这样一个小数值 映射成这样一个值之后啊 我们就要做一个规一化的操作了 就是说 现在你不是有这样一个样本吗 比方说 咱们现在有三个值吧 有一个1 有一个2 有一个3 那我想把它转换成一个概率值 怎么算呢 1除上一个1加2加3 1除上一个6 然后2除上一个6 然后3也除上一个6吧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 我把这样一个值给它映射成一个概率 第一个等于6分之1 第二等于6分之2 第三个等于6分之3 可以很轻松的做这样一个规一化的操作吧 规一化操作完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都变成了一个0到1范围区间上的值吧 而且呢 它们相加在一起还是等于1的吧 就是说 我现在把这样一个得分值映射成了一个概率值 但是呢 映射成概率值之前 我是先做了一个1的X4密的操作 目的就是说 让大的得分值更大一些 小的得分值更小一些 别看这个3.2和这个5.1 仅差了两个分数 但是呢 概率值通过咱们这样映射完之后 概率值差异多大 第一个0.13 第二个0.87 概率值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吧 咱们是先通过啊 映射一个区间映射成1的X4密 然后呢 再去做这样一个规划操作 规划完之后 我们就能够得出来当前的这个样本 注意 还是当前这个样本 它属于每一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了吧 当前这个猫 它属于猫这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 等于多少 等于0.13 然后呢 属于car 属于汽车的 是0.87 那是不是最终结果啊 我们就会给它算成是一个 等于car这类的一个概率值啊 但是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算对了吗 好像没算对吧 既然你没算对 它必然会有一个损失值 即便你算对了 是不是说 不见得你的一个概率值是百分之百啊 所以说 还是会有这样一个损失函数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softmax函数来说啊 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损失函数 来就衡量这样一个概率值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log函数 给大家来画一下 比如说啊 这个log函数 它有一个取值范围 它是从 不是取值范围啊 就是说 前两个点 1这个点就是说 log里边如果说把x等于1传进来 它是等于0吧 这个1这个点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它的一个取值范围就是在0到1的一个区间上吧 我们来看啊 我们是对什么样的值进行求它的损失呢 首先有一个明确的指标 就是说 现在你不是得出来这样一个概率值吗 我要对它等于正确类别的那个概率值去计算它的一个损失值 注意点 我们现在是不是当前的输入得出来了三个类别概率值啊 0.13 0.87 0.0 那我在算损失函数的时候是拿谁进行算啊 是拿这个0.13啊 而不是拿这个0.87啊 咱们是拿这个属于正确类别 我们看哪个是正确类别啊 这个猫是正确类别吧 所以说咱们是拿属于猫的这个正确类别去计算一下 它当前的一个损失值是等于多少的 怎么算呢 我们来我们先不去算 我们先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一个如果说一个概率值 它越趋近于1 是不是说它符合正确概率 我们注意点 这个咱们是拿的是它属于正确类别那个概率 如果说它属于正确类别概率越趋近于1啊 它预测效果越好啊 预测效果越好 我应该让它损失值越趋近于0吧 如果说它等于正确类别的概率越低 那是不是说预测效果越差啊 我让它损失值更大一些吧 那这个趋势符合什么 这个趋势不就符合于咱们现在的一个log函数吗 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当前的这个log函数来说啊 它是不是说这个一个x我们取值 它越接近于1 它的一个值越小 那是不是说取值越接近于1 概率越接近于1 它的一个损失值就越小啊 那我们看它越接近于0 它概率越小 它的一个损失值就越大吧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log函数 来去衡量一下 对于一个概率值来说 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值是等于多少的 但是呢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咱们算完了这样一个log值之后啊 我们看它是不是等于一个负值啊 所以说负值衡量起来不太容易 我们需要把负值给它映射上去 怎么映射上去呢 直接把负号再提到前面吧 因为咱们现在得出来的都是一个负值 在0到1的区件上任何x传件之后 它都会等于一个负值的 所以说咱们在前面再加上取一个相反号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最终当前的这个输入 它的一个损失值是多少了 这个就给大家举例来说一下 对于softmax这种分类器啊 咱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概率值 要拿概率值计算这样一个损失值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的 最终它的一个损失是等于0.89吧 因为它这个0.13的值显得比较小 那损失函数值会稍微比较大一些的 那咱们刚才啊 就是做了这样两种对比嘛 就是举了两种损失函数 我们一种损失函数是长这样子 一种损失函数是长下面这样子的 那这两种损失函数 它的一个有没有一些差异呢 咱们先来看sharm这个损失函数 sharm这个损失函数 我们看假设说一个正确分类的类别是等于10的 然后呢它错误 第一个错误分类类别等于1等于9 第二个错误分类类别也等于9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不是说 现在咱们要算一个损失值 是不是用一个10-9再加上1 然后跟0取一个max 然后再加上一个10-9再加上1啊 那现在它的一个结果等于多少 现在它的一个结果是不是说 这块算法了 这块算法了 不是时间9啊 说错了 是一个9-10啊 是一个错误类别 减于正确类别 都是9减去10 都是9减去10再加上1吧 那最终第一个等于0 第二也等于0 最终它是不是也是等于0的 那是不是说咱们用上述 用第一个咱们举例的这个损失函数 会使得最终的一个损失值是0啊 损失值是0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们当前分类的很好啊 但是呢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类别分成10 第二个类别分成9 第三个类别也分成9 它的一个实际分类效果好吗 看起来啊 好像实际分类效果是并不好的吧 因为呢 咱们现在对于错误类别的一个得分 跟正确类别的一个得分 差异还不大吧 一个是10 一个是9 差异基本上就差1了 但是呢 咱们算完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值 还是等于0的吧 是吧 所以说呢 对于这种 对这种函数函数 咱们是不用的 因为它没办法区分的那么精细 咱们再来看一下Sold Max 对于Sold Max 它做了一件什么样的操作 先做了一个E的X是密 那我们看 我就不去具体算值了 E的14密和E的9次密 是不是说E的14密的映射完值 显然要比E的9次密的一个结果 大那么2.7几倍啊 是吧 所以说它会使得大的值更大 然后稍微大一些值 然后变得不是那么大吧 它会先做这样一个映射操作 映射完之后呢 我再映射成一个概率值 映射成一个概率值之后啊 我对任何一个概率值 我们来看 对于那个log函数来说啊 我们只要是这个取值范围 它是0到1区间上是一个概率值传来的 它必会有这样一个损失值传出来吧 所以说呢这个softmax分类器啊 相当于它是一个不知道满足的分类器 对于任何一个输入 任何一个得分函数来了 通过一个E的X字密 先进行一个变换 然后皈依化 然后求概率值 最后求它的一个损失函数值的时候 都会求出来这样一个损失函数值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的这个softmax分类器啊 它是一个永远不知道满足的分类器啊 它永远会得出来这样一个损失值出来的 谢谢大家